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巨大的风土就是刘邦的长眠之地 根据测量 风土东西153米 南北135米 风土有30多米高 距离刘邦岭目200多米的地方就是旅厚的岭目 这座风土东西150米 南北130米 高度和刘邦的岭目是一样的 都是30多米高 在这座长陵的附近还有大量的陪葬牧 这些牧主人不是皇亲国妻就是有公之臣 他们生前的身份官职越高就越接近刘邦的岭目 但很多座陪葬牧的风土都已经不在了 目前地面残存风土的据说还有70多座 看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不是地后合葬吗 怎么会有两座风土呢 西汉地零是同营补同学 也就说皇帝和皇后是埋葬在一座陵园范围内 但他们不是葬在一座地宫内 如今咱们来常灵只能看到两座巨大的风土堆 在2000多年前可不是 当初这片区是有地面建筑的 比如有寝殿 变殿 慈庙一类的礼制建筑 寝殿就是公墓主人的灵魂日常起居饮食的地方 在殿内设有神座 床 衣冠等日常生活起居 就像对待活人一样 每天按时尽奉食品 变殿就是公墓主人灵魂游乐的地方 除了这些地面建筑外 在丰土附近还有规模巨大的丛葬坑 这里边全是隋葬品 其实西汉地零是仿照汉长城来修建的 地零区域这座巨大的丰土就是皇帝的正殿 丰土下方就是皇帝的地宫 每座地零多数朋友最感兴趣的应该就是地宫了 西汉地零的地宫都是凿地为削的 就是挖一个特别大的土坑 地宫就建在土坑里 西汉地零中的藏具主要有子宫 辩房 还有皇长提凑 子宫说白了就是皇帝的棺材 它是用子墓制作而成 辩房是仿照皇帝生前的居住和闲艳之所而建 它的位置一般是在子宫的前边 皇长提凑在上个荒光木的视频里 咱们已经聊过了 它就是古代等级最高的一种果实 这里的皇长是指皇心的摆木 提凑就是说木头的一端都向着内部累积 在皇长提凑室的木结构建筑里边 就是木主人的棺木 由于至今没有发掘过任何一座西汉地零 因此它们的地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还不得而知 只能根据文献中的记载 考古勘测 还有一些诸侯王贵族墓葬的考古发掘 去做一些推测 那地宫的入口又在哪里呢 在封土的寺面各有一条木道 这四条木道的大小形至基本相同 木道大部分是被封土压着的 只有一小部分是超出封土的 超出封土的木道平面均为梯形 内打外向 早年间在勘测长陵的时候 并没有发现西木道 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封土堆偏移了 如今长陵封土的中心点与地宫中心点 相差八十米左右 封土相对地宫的位置向西偏移了 也就说高大的封土压住了西木道 当时如果勘探就必须在封土上直接往下打 但那个时候经费不足 后来工作人员又对长陵进行了一次勘测 这一次发现了西木道 在四条木道中有一条是主木道 它的长度是在七十米左右 比其他三条木道要长一些 其他三条木道的长度是十米到二十米不等 地灵的主木道应该是和陵园的正门相对的 西汉地灵的正门不在南侧 而是在东侧 也就说长陵的主木道应该是东木道 到了唐朝时期 地灵的布局发生了改变 改成了坐北朝南 陵园的正门也从东门改成了南门 那刘邦的陵墓在两千多年来 到底被盗了没有呢 根据后汉书中的记载 说齿梅君盗绝了西汉地灵 包括长陵 但由于长陵地宫至今没有考古发掘 里边的情况还不得而知 就算真的被盗了 我觉得地宫内也不会空无一物 聊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风土为什么会偏移呢 因为常年水土流失会造成陵墓风土的变化 而且在史料中说长陵多次被盗绝骨 到了东汉唐还有宋朝时期 都对关中底灵进行过修复 这样一来对风土造成的影响那就更大了 大家对这位墓主人应该是无人不知了 汉太祖高皇帝刘邦 当然说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不应该是汉高祖吗 其实这里的高不是刘邦的妙号 无论在史记还是在汉书中 都说刘邦平定天下为太祖 公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 侍号和尊号是有一定联系的 侍号正常情况下是死后才可以使用的 尊号生前和死后都可以使用 既可以说是侍号也可以说是尊号 也就说刘邦应该是汉高帝 但司马迁却在史记中 说到刘邦的时候称为高祖 在汉书中也延续了司马迁的说法 称刘邦为高祖 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很可能司马迁所在的时代 妙号制度并不完善 当年秦始皇建立大秦帝国后 他认为嗜号和妙号都是紫义父 陈义军属于大逆不道 因此就直接给废除了 也就说刘邦是第一位拥有 妙号和嗜号的皇帝 当年司马迁很可能把 尊号和妙号给混用了 他称刘邦为汉高祖 这就是汉高帝太祖皇帝的简称 大家觉得呢 后来由于史记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 因此人们就跟着称刘邦为高祖了 刘邦从一个无业游民 到成为大汉帝国的开国皇帝 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 关于刘邦 咱们之前聊过很多 比如探访鸿沟 探访项羽木等等 这个视频就不再重复了 有些朋友说 刘邦能成功是因为他的运气好 其实并不是 刘邦做人坦荡 做事果断毫不拖泥带水 而且他能屈能伸 知错就改 毫不顾见所谓的面子 刘邦也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 他自己办不到的事情 就叫别人去做 在用人方面刘邦绝对是高手 他善于发现人才 用人不宜敢于放权 如果在秦末群雄争霸的初期 问当时的人们 谁能取得天下呢 我觉得多数人都会说相遇 他们万万不会想到 最终刘邦能成为 大汉帝国的开国皇帝 虽然运气 对一个人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但如果这个人没有足够的能力 也没有努力的态度 他是抓不到这个运气的 在公元前196年 60岁的刘邦 平定英部之乱后 他回到了老家 与老朋友和父老乡亲们 一起喝酒时 写下了 第一句和第二句是抒发一种 躊躇满志的豪放之气 而第三句却转为 焦灼和惆怅 当年刘邦是靠一群兄弟 打江山建立了大汉帝国 而此时刘邦的这些兄弟们 不是去世的 就是被刘邦解决掉了 或者是叛变了 再加上远方的匈奴 虎视眈眈 宫里的人 为了皇位明争暗斗 此时的大汉帝国 内忧外患 晚年的刘邦 他是孤独和痛苦的 回到藏后不久 刘邦就在无尽的担忧中去世了 中年61岁 葬在昌林 这座长陵所在的位置 和汉长城隔位和相望 刘邦把自己葬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 他是想看着自己建立的大汉帝国 能够长治久安 传承万事 下集咱们去探访吕智的礼物 聊聊他的历史故事 关于这个视频就拍到这 谢谢所有关注我的朋友 咱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